音樂 好沒錯看到帥氣的開場 就是要來介紹我們的主角 我們的GoPro電子穩定器 好這次我不會介紹開箱 其實這是一個空盒子 讓大家看一下開場 不過我現在等一下會直接做影片介紹 因為第一個開箱花太多的時間 而且網上國外其實很多影片 但是我覺得台灣在詳細介紹的這些影片 我覺得比較少 所以我會 這次我會做一個很詳細的一個介紹 還有上次我做的一些GoPro的Hero By的介紹 有人提到說想要了解其他的配件 以及他的一些GoPro原廠的 或者是副廠的一些配件 我會一路就是 就是加入這次的介紹 所以請大家就是慢慢的觀看 對一下OK 好OK好大家好 現在就是來直接切入重點 我們來介紹那個裡面的內容物 其實他盒子裡面打開 他就是長這樣子 這是他打開就是這個包裝 那其他什麼保固書啊 然後說明書他就不講了 對因為我們今天重點不是開箱 重點是介紹他如何使用 以及他的操作 還有他的一些內容 讓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詳細觀看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先把他打開 打開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有說過 我今天已經有測試過一整天了 所以內容物稍微有變動一下 我額外買了一條那個 USB的TOP-C的線 因為呢 他原本的線其實比較短 所以呢我買了一條 就是可以搭配我的行動電源來使用 這樣子 這條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呢 他有這個 扣環 背包環 對 這個等下再教大家如何 要把他 放到那個 GoPro上面 好 現在就是我們的本體 對 我們的本體 本體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他已經有搭配一條手繩了 然後現在是 電視充滿了狀況 對 好 然後現在我 我先跟大家 介紹如何把他 就是裝上那個 裝上那個 背包架 好 首先 我先讓大家 放大 好 我先放大 然後讓大家看清楚 這邊 有一個那個 什麼 有一個那個 鎖的圖案 這個地方 往旁邊轉 一轉 它這個解鎖 解鎖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 拔起來 對 它其實是分離的 像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USB的接口 這邊有一個 它其實 國外 國外有出一個 它知道可能會出一個 就是連線的東西 因為它不像那個 智雲 中國有 就是一樣有一個 穩定器 就是品牌 智雲它有出一個是 可以 額外 就是就只有前面這個 雲台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使用 可是其實 這是 不行 它一定要搭配這個使用 除非你買一條延長線 來去搭配它 不然的話 它其實 它跟它其實 就是一體的這樣 除非你去買那個 空拍機 它就是搭配 這個來去使用它 對 好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構造 它的構造就長這樣子 OK 好 這是它的構造 好 現在要跟大家講 要怎麼把它放進去 好 這個呢 先打開 放進去 然後通常 有個訣竅 因為通常 我們在指的時候 它的方向 是往前 對 它是往前面那個方向 所以說 我會希望大家就是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往 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 然後把你的這個 對 就是裡面 對準之後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呢 轉緊 然後這個就扣著 然後轉緊 OK 這樣你就安裝完成了 然後這個要鎖緊 就把它扣起來 OK 而且為什麼要跟大家說 這個很重要呢 其實我今天去買的時候 我遇到了瑕疵品 什麼是瑕疵品呢 我這個東西裝不起來 我真的就是 裝下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很難轉 很難轉 其實 它要很方便的 就是可以 直接就是 把它這樣 等一下 厲害一下 好 忘了 這個要先鬆開 然後把它 轉 有沒有 很輕鬆 我剛是忘了打開 這個要打開 有沒有 把它轉 輕鬆的轉開 再轉回去 它良好的產品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因為我第一次 遇到那個產品 是它很難 很難轉進去 那就是它有問題 對 你一定要馬上跟店員說 換一個新的 因為它再怎麼樣 東西都還是會有瑕疵品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你們要 注意的地方 好的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 這支了 對 然後現在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 這個是長這樣 有沒有 按一下 打開 好 然後 這個 拆起來 左右左右 拆起來 它就是這樣子 對 你一定要先把這個東西拔起來 對 然後它就是直接 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支超大支充電器 所以你這支充飽電的話 它持續使用可以撐兩個小時 對 然後就是 意思是說你持續可以錄兩個小時 然後 不間斷 如果你幾乎就是錄一下錄一下 其實說真的可以撐一整天 你看它的那個配置 它這邊 然後兩根 兩個這個 所以其實它是不防水的 因為它再怎麼樣 它這個其實 外露就有點危險了 所以說它本身是防潑水 但是 不防水 我只能這樣講 是下雨天那種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跳進水裡 那種 你基本上 穩定器也沒用了 對啊 對啊 你就一萬兩千五 然後對 碰到水 OK 然後現在 我把它放進去 對 放進去 從下面這樣 好 插進去嗎 他們不會有什麼防呆的感覺 就是插進去這樣 然後它這個就這樣 扣上去 對 它也不會有卡什麼的 它就是一個感覺啦 就是夾上去這樣就好 好 OK 現在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四個那個 按鈕是什麼意思 這個按鈕呢 其實很直覺 它就是跟 你看GoPro上面這個按鈕 有沒有 長得很像那個 意思就是你看 我一按 按下去 有沒有 它這邊就開始發亮 這是它的電量四個 好它就開始了 有沒有 它就直接開始錄影了 對 它就直接開始錄影了 所以說 你按這顆 就是等於直接開始錄影 就是 就是跟原本的 Hero5原本的那個一樣 對 很直覺 好 然後再按一次呢 結束 對 沒有 就直接 鬆掉 可是有時候 它這個不會直接關掉 所以你還是要可能 扶住 有沒有 還是要 對 手動一下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是要單純就是 開機 就是不是按下去就直接錄影的話 這個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之後一樣 有沒有 自己就開始抓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只是開機 它不會開始錄影 它就是開機 至於呢 它要怎麼切換模式呢 切換模式一樣 這個按鈕 按一次 然後切拍照 按一次 連拍 再按一次 然後連時錄影 有沒有 就是一個切 切換模式 按這裡 至於呢 這個呢 跟它的原本 影片的那個一模一樣嘛 你看 假如說我要開始錄影嘛 好 開始錄影 按第一顆 開始錄影 然後我要有什麼 劫次啊 什麼的 我突然 欸這個地方好精彩 按一下 有沒有 標記了 再按一次 標記了 它是一個幫你標記點的一個 按鈕 它好像就只有這個功能 對 它是裡面功能最少的按鈕 對 好一樣 再按一次 OK 結束 好 然後再關機 關機怎麼用呢 不是這顆喔 是這顆 按著 好 就鬆掉了 然後這次它也會 一起關機 它不會像剛剛那樣 就是沒有關機 好 為什麼我這顆 要留到最後介紹呢 因為它的功能最多 也是我 也需要花 花了一點點時間 大概五分鐘研究 哈哈 對啊 其實它的動作都是 它的按鍵都是很直覺的 只是這個稍微要介紹一下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懂 這顆的用意是什麼東西 好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呢 GoPro它在使用上 都是像 對 這樣子 它的使用你看喔 好 左右 左右 上下 好 我把它 撇回自己 有沒有 一樣 一樣 上下 左右 它就是一個很 很穩定的東西 對 好 它其實也可以倒著使用 怎麼 其實怎麼倒著使用呢 這樣子 你把它 這樣轉 有沒有 轉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它就反過來了 你看有沒有 我再轉 它就反過來了 有沒有 我再轉 就反過來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這樣拿 對 你就可以這樣拿 有沒有 你的GoPro就可以這樣拿 反過來使用 有沒有 然後一樣 你要轉回來嗎 這樣子 然後它又回來了 然後它自己會去偵測 好 我現在要開始介紹 這顆按鈕的功能 這顆按鈕的功能 就是 像 這樣子 我按著 如果我今天想要往上 我想往上拍 可是它的頭一直在往前拍 對不對 我想往上拍 好 沒關係 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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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有沒有 你看你看我的畫面已經往上了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的畫面就已經停在往上 有沒有 我怎麼轉它都在上面 對 好 我現在要把它 喬回來 我要怎麼讓它喬回來呢 就是 讓它從原本的那個 往上 喬到原本位置 按一下 有沒有解除設定 按一下就是解除設定 OK 好 是覺得把桌子往前推 好有沒有 一樣我再試一次喔 你看我要往上看 往上看 有沒有 往上看 好 我要讓它 你看它停在這邊嘛 因為它 它會 鎖定在你剛剛按著的地方 假如說我要往下看 一樣 往下看 有沒有 往下看 它有卡住了 你看 好 我要怎麼解除它呢 按一下 回來了 有沒有 好 現在呢 現在你看我怎麼移動 它都是 就是 面對前方 好 我現在按兩下 這個是追蹤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看哪裡 它就 追到哪裡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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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一樣 按一下 解除 所以它的功能就是三個 一個就是按著 我要往左 我要往左邊 有沒有 它就 它就停在左邊 然後往上看 有沒有 往上 好 解除 按一下 然後我要追蹤這個東西 好 我就 對準它 然後 點兩下 有沒有 一直追蹤它有沒有 追蹤 解除 按一下 有沒有 解除 好 這就是它的功能 大概介紹 然後 好 關閉 OK OK 關閉 好現在 我讓大家 看一下它的那個 使用影片 我花了一分鐘來進行就是 食物操作 就是讓它做一些比較 就是 特 就是它能做的事情 對 OK 我再禁止前面測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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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up 好的看完那些之後呢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配件 這個是我買的副廠配件他是一個夾子 這個夾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背包夾他就是搭配那個GoPro使用的像這個樣子 我將我的那個夾子嘛 其實有沒有放在上面 先把它裝進去 裝進去 我就不用鎖了就給大家看 他就是一個背包夾 你夾著你就可以你看這樣直接夾在背包上面有沒有 然後去使用這是一個我推薦的一個東西 他就是搭配GoPro使用如果你有背背包啊 你有就是什麼東西可以掛著 基本上這個夾子很硬 不容易掉你看喔其實很痛 對他其實蠻硬的他 他不會就是可能因為這個東西可能很重 然後他就可能就會啪啪啪啪然後就鬆開這樣 他不會 他其實是蠻硬的 對很硬 So hot OK 好 現在介紹完了這個東西之後 算介紹這個 這個是我買他原廠的那個 腳架 對原廠的腳架 他同時是自拍桿也是一隻腳架 對 這個 這是他原本送的那個桶 好 為什麼要介紹他其實非常的方便 很多人應該都買他 他就是 你看喔 你把它拉開 好OK 假如說你今天穩定器沒電了 你就只剩下一般的那個手持 其實基本上他還是非常穩定啦 因為他本身就有電子穩相 GoPro本身有電子穩相 所以說你加上這個 基本上他還是蠻穩定的啦 只是差在電子穩定器真的是 不用說的穩 不然的話 你不會花一萬兩千五去買一個 對那麼 對 他一定有他的用處了 所以說 這個原價是賣兩千五 不過我兩千二就買到了 對 也是 蠻好用 實用 他有副廠的 有賣兩百五的 不過這種東西我不相信了 我還是堅持買原廠 原廠一定有他好用的地方 像他這邊好像要轉開 轉開 他就變一隻自拍桿 對自拍桿 啊你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 這樣用 有沒有 把他放著 也是一樣 可以當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支點 有沒有 都是可以用的 很方便 然後 我其實最感興趣的是什麼 最感興趣的是他 你看 讓他拉長之後 他的下面 有這個 現在不用解釋 說明書都要寫 直接 有沒有 站著 給他看一下 有沒有 今天出去玩的時候嘛 每次出去都只能自拍 有沒有 太無聊了 總是要點樂趣 就是要用這個啦 對 就像這個 你就是要可以拍到全身照嘛 人帶景嘛 景物才不會都只有自己 自己跟手 對這個東西是蠻方便的 對 然後 其實我有發揮一點 創意啊 什麼是 發揮一點創意 創意就是呢 我其實去買了這個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甩棍的套子 對那個 防身用那個頸棍有沒有 不是有那個 甩棍嗎 對我去買了那個套子 為什麼呢 你看喔 我這支 GoPro 加上我這個甩棍的套子 有沒有 把它放進去 直接把它別在腰上 然後我其實配了一個掛鉤 無意掛鉤啊 這個只是防怕 它掉下來 然後這個我可以掛在皮帶上 我就這樣掛著 其實它也蠻好看的嘛 那個生物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剛好 原來甩棍的大小 剛好就很 都破手感的大小 所以說 其實 說真的啦 很多那個攝影的商品 都可以去那個 那個什麼 軍事用品店 其實 軍事用品是一個很耐操的東西 當過兵的人 應該都知道 所以說 不要浪費它的 好用的地方 其實很方便 對 第二不怕它壞掉啦 對 不怕它壞掉 OK 這個是大概我見到 那些 對 原廠與副廠 我推薦的配件 其他那個頭套啊 什麼基本上 如果你喜歡 就是 潛水或者是 爬山的朋友 你也是借用 啊這些東西 也是 如果你常在背背包的話 那就可以使用它 對不對 因為這些都是 給 你給背包用的東西 對啊 包法 把它 背在 你掛在背包上 這樣放 然後 把它這樣子 插著 然後 貼在你的 背包上面 其實它也就是 對啊 對啊 當你穩定器沒電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好用 而且它不只是這個可以使用 它連這隻都可以使用 不要小看它 甩棍的套子 真的不是蓋的 小聲的套子 它可以這樣 然後 旁邊其實我有個繩子 可以把它幫你 就不會掉下來 對 它還是有風險 不過 實用 實用 推薦給大家 好 結尾就是要用 GoPro來結尾 好 就是做了一個 詳細的 介紹 給大家 因為其實 我有看很多 國外的影片 都是 一般的操作 玩 這樣子 啊我是 做了一個 就是所有的 很詳細啦 很雞婆的 一個介紹 不過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對 就是 希望你喜歡這個 就是不是那麼專業的介紹 不過 也是有把它的使用 就是 給大家 然後你把 實際的影片 操作 都做了一個 就是 非常 長的一個影片 就是可以讓你跳起來 因為有的人現在 影片都講說要很早 其實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聊 的話 那影片再長的話 你們都可以自己去 跳起來 好OK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按下 分享 或者是喜歡 然後 最終我們卡到FISH的吃飯 好 掰掰